美容院有不良的銷售手法 你們有什麼回應? 嘻 我不知道 私人地方麻煩 先生 麻煩你出去了 誰批你進來這裡的 麻煩你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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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上到被指以不良銷售手法遊說 客人撈爆卡買療程的美容集團分店 職員說負責人不回應事件 他今天就不會過來的 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集團其後還報警要求記者離開 有市民聲稱早前到這間 醫學瘦身美容集團做療程的時候 被職員遊說參加封空比賽 誰知道檢查空暴的時候 被拍低上身拿照 其中一人說職員事前沒有說過要拍照 之後他覺得很害怕 檢查完之後不停說一大堆數字 擾亂我 搞得我很害怕 因為我已經很想走 然後無緣無故有動作很快 我都表示了我不需要 亦都很害怕 他們很快的動作就拍了我照 拍了我照片之後 因為臉的時候 我還是很厚的面膜 基本上我想走 我都有一個困難 那時候 穿上衣服之後 出去了 他就已經準備了一大堆文件 然後 就不停叫我簽 基本上簽了什麼 我都不太清楚 因為我很想走 因為我很害怕 結果B小姐為了想盡快走人 就草草簽名碌卡買療程 牽涉金額大陸萬多 我們試過打電話到集團的分店查詢 豐空是否要拍照 職員說無需要 收費就市造價168元 如果買10次高市就2888元 但會不會說要拍照 因為今天新聞說你們拍了照 我們是不需要拍照的 就會上來 有僱人幫你檢查你的空型 檢查了空型 之後就可以告訴你問題 這樣就會選合適合美容的療程 投訴涉及最少5名受害人 他們都說美容院的職員 一開始就叫他們拿信用卡出來 接著就車輪式地介紹各種療程優惠 協助他們的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說 今次涉及的總金額超過40萬 他質疑美容師車輪式聯手 向顧客施壓已經涉及不良銷售手法 促請銷委會介入調查 其中有受害人表示 已經採取了法律行動 另外他們也同時報了警 希望警方可以盡快處理個案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偉報導 每會有暖礙�� 我付干這個 到底痌痆 我真的嗎 因為我